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五百三十九集 南门戎没有说话 因为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龙飞燕毁了双腿 可她还能够在这个宫中待着 自己就算是接下囚 但好歹也是重犯 可是现在 她竟然被带到了龙飞燕的跟前 任由龙飞燕来处置 她真的是被启文帝给抛弃了 送给龙飞燕了吗 那狗皇帝还想着讨好龙飞燕 这么多年了 她竟然还贼心不改 她凭什么 龙飞燕的双腿已经毁了 为什么还有男人愿意去讨好她 为什么 她好恨啊 她好恨 龙飞燕只是淡淡地看着她 见她绝望 也不觉得有什么快感 报复吗 其实报复她并没有什么意思 但当初 他们龙家始终是她害的 龙家被污蔑 始作俑者就是南门戎 不报仇 如何对得起龙家的亲人们 你自尽吧 龙飞燕淡淡道 南门戎到了她这里 是断然活不成了 南门戎看着她 绝望中 忽然冷森森地笑了起来 你以为你真的可以过得好吗 龙飞燕 你敢走出这个地方 你敢堂堂正正地 活在所有人的面前吗 有男人讨好她又如何 现在的龙飞燕已经是个废人 当初的飞扬神采还剩下多少呢 这么多人想让你死 他们都想弄死你 你以为你的仇人 就只有我一个 你的下场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就等着 等着看看你有什么好结果 就算是你死了 你的家人 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当初害龙家的人 何止我一个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们 都不会有好结果 她瞪着龙飞燕的脸 很用力 很用力地在瞪着 她恨极了这张脸 很恨 她想毁了她 她做梦都想毁了她 我不会落在你的手里 你想折磨我 我不会如你所愿 你一辈子 都别想可以羞辱我 忽然 她脸色一沉 双掌紧紧地握住 猛然间 一张脸竟然仗红了起来 不好 她断了自己的经脉 青叶一步上前 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南门戎 用尽所有的真气 让自己心脉爆裂 她的唇边滑落两缕血丝 鲜血 从她的耳中 鼻中 鼓鼓溢出 她整个人 气息瞬间弱了 青叶走了过去 但却无能为力了 回头看着龙飞燕 龙飞燕 不过是淡漠的 看着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的南门戎 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 龙飞燕 你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 终盼亲离 孤独致死 南门戎的声音 开始变得弱了 那双眼睛 却越来越突出 就是要盯着龙飞燕 死死地盯着 仿佛要将她的容貌 牢牢地烙印在心底 将来 就算到了阴曹地府 她 也要永远地记住她 永远地诅咒她 终于 南门戎气绝当场 唯有那双眼睛 依旧突出 死不瞑目 主子 青枝看着龙飞燕 南门戎这个死状 确实有点瘆人 青枝道 这种毒妇 主子不要把她的话 放在心上 青叶也看着龙飞燕 想要安慰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终 反倒看着青枝 淡淡道 主子岂会将这种话当真 虽然南门戎 以死来诅咒 再加上 这个死状 确实是很难看 总是让人心里 有几分不舒服 但是 她这样的一个毒妇 何必在意 她说的话呢 她自己做过 那么多恶毒的事情 又有什么资格 去诅咒别人 我半生戎马 杀过的人不计其数 对我的诅咒 我还能记得清吗 龙飞燕 推动轮椅 往门外走去 只怕她再见到我那一刻 已经了无声去了 她从未将南门戎 当成对手 但南门戎当年的虚荣和善度 已经到了极致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便已经恨上了她 原因吗 一开始龙飞燕不明白 渐渐地也就知道了 南门戎 只是妒忌她 长得比她好看 但在她看来 美貌真的不那么重要 在她断情 弃爱那一刻开始 这张脸 就真的不重要了 只是南门戎 自己管不住 自己那份心思而已 方才 她将面纱 取下来的时候 南门戎眼底 就再也没有 半点活下去的欲望 这个女人 也是个可怜之人 至少在这方面 是可怜又可恨的 这世上最不可靠的 就是外表 不管是谁 总都有老去的时候 就算年轻的时候 再好看 老了 不也就只剩下了 一副臭皮囊 到最后 黄土一埋 尘归尘 土归土 再好看 又能如何呢 她还没有出门 外头就闯进来两个人 大公公进来 第一眼便看到了 倒在地上 分明已经 弃绝身亡的南门戎 她吓了一跳 慌忙过去 探了她南门戎的鼻息 随后脸色一变 回头看着 站在门口的启文帝 急到 圣下 荣妃 荣妃已经 已经死了 启文帝没有听到 或许是听到了 也没有在意 此时此刻 她视线 锁定在了 龙飞燕的脸上 所有的心思 都在她那里 龙儿 龙儿你终于愿意 愿意让朕看看你 她终于 愿意将脸上的面纱 取下来 这张脸 竟然还是和记忆中的 完全一模一样 她的龙儿 她果然和世间的 俗臣女子不一样 这些年来 所有人都老了 却唯独只有她 风采依旧 龙飞燕看着她 眼底没有任何情绪 你的女人死了 不过去看看吗 这毒妇做了 如此多的坏事 死的 也便死了 没什么好看的 启文帝 果然是一眼都不愿意 去看倒在地上的尸体 甚至 仿佛那尸体 会散发出恶臭那般 嫌弃都来不及 龙儿 这地方无悔 我们 都外头去说 她想过来 亲自给龙飞燕 将轮椅推出去 青叶 却先一步走到了 龙飞燕的身后 将轮椅推动 主子不喜欢 被人碰到自己 奈何启文帝 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 不过 青叶 忍不住回头 看了眼 倒在地上那具尸体 心中 无限感慨 争夺了一辈子又如何 有时候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反倒柳成阴 一辈子都活在 别人的目光之下 要用别人 对自己的在意 才能证明 自己活着的价值 那么 这样的人生 又有什么意思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 YE ART